涉及的土地相關的弊案 真的還不少 現在才開始辦第一件 我的態度都一樣 徹查言半 勿網勿眾 曾經指控時任桃園市長 鄭文燦土力違法金主的黃國昌 再度出面 畢竟當時強調 抹黑不代表正義的鄭文燦 如今卻因為涉嫌貪污 遭到檢調約談 據說是跟華雅科技園區 他的一個土地從農業區 扩大變更為工業區的變更案 而當時那邊附近 聽說都是墳墓地 輕輕鬆鬆的取得 變更為工業區的話 那地價真的翻倍漲 外界猜測 鄭文燦會遭到檢調約談 就是因為在桃園市長任內 將龜山第三公墓及私墓 從農業區變更為產業專區 而且總變更面積 大約50.88公頃 鄭文燦過去在擔任市長任內 大手大腳 該規避的政商關係 毫不避諱 任內的土地徵收 草地精流複雜 牽涉之廣 水非常深 在當任桃園市長的時候呢 所有的這個桃園地方 鄉親或是企業界 來找他幫忙 他都像土地公一樣 有求必應 但過去鄭文燦也曾因為 更改桃園捷運 綠線車站位置 遭外界指控 疑似幫助 88會館郭哲敏 草地皮 這根本是天馬行空的編故事 污賊戰術 抹黑戰術 想要來毀謀市長或市府 想要來改變選舉 在市長任內 連續多起土地爭議 鄭文燦都巧妙躲過 如今檢調掌握相關金流 各項爭議一夕爆出 府院黨口徑一致 要檢調單位 誤網誤縱 但已經成為在野 攻擊目標 東森新聞政治中心綜合報導